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这边这个啦 就是你在切的时候我们原来用Android 然后刚刚同学在贴那个value的时候 如果用Android的时候贴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我建议 不过我刚刚好像也是用这个模式 我不确定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差异 不过后来改一下那个模式 改上面这个叫改成project这个file 刚刚同学一贴 贴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你这个地方切过来之后 再从这个里面呢去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src 然后src里面的话呢 有个man man里面的话呢 再找到那个一个res 那从这边去贴就好了 一个value有没有 所以这个结构的话 慢慢就要习惯了 反正左边这边 就是它的有点像专案总管 我们也许计用projectfile 不要用原来就会贴的话 应该OK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你就贴 12345 对不对 那里面的话分别把那个里面的这个src改一下 改完之后 这个东西我在云端上都有放 另外呢 我刚刚这个专案 如果你要我的原始的那个资料夹 我是整个把它传到云端上 所以刚刚我同学好像上个礼拜没传到档 不然你就直接用我的 再不然你再new一个再贴也可以啦 好像同学也应该也慢慢习惯了嘛 所以像有些专案 我习惯贴在上面的原因是 以后我要重建一个很快啦 反正界面放上去啊 对不对 你知道贴对啦 那马上就有了 程式再贴上去 马上就可以work了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执行了 那 习惯之后呢 那这个好处就是 有的时候 它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状况 比如这个专案突然挂掉了 对不对 挂掉了 有同学说挂掉了怎么办 扫一个啊 然后扫一个这个 扫一个那个 比如说干脆啦 砍掉重裂比较快 有时候说真的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可能还不 就是会有一些其他莫名其妙的问题 偶尔会踩 偶尔啦 不是常常 如果常常的话 那就不太对劲了 OK 因为他们最近可能也不太 因为后面那个 我们用了它 用的是Oracle的Java 对不对 Oracle最近又出重手 对不对 直接就要跟那个 Google要索赔 那个多少 九十三亿美金嘛 美金喔 OK 折合台币大概差不多 超过三千 大概是不是三千亿吗 差不多三千亿了 台币了吧 三千亿台币 天哪 这什么数字 那也就是说 根本就是全部都给他了 不过我想这个官司还在打啦 因为他可能也是 就我之前开学讲的嘛 你吃香喝辣的 你至少给我分一杯根吧 对不对 你连根都不给我 所以我大概来给你告一个天文数字 不过通常这个 判下来应该都会和解为巨多啦 那怎么和解呢 当然就是说彼此各退一步嘛 对不对 你给我一点好处 那我也给你一点 你要你需要的东西啦 那当然就有同学想说 那会不会Google就此退出Java 去改用另外一个东西的可能性高不高呢 高吗 不过我觉得啦 不过我觉得啦 这种东西你说要另起如照 绝对没那么简单 因为Java已经发展多久了耶 那个已经是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耶 大概我记得好像我最早开始学习 程式员就已经有 它是红了一下子 然后又不红 红了一下子那又不红 它本来已经快要不红了 但是因为Android的关系 它又红起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 要找到一个平台 可以超越或者可以取代Java的 可能性就不高 就像说你要找另外一个取代C语言 也是类似啦 你不可能 这种东西发展有它的历史 你不可能说Google它可以 花大笔的资金 去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出来 它也许会渐进的 慢慢的转移部分 但是不可能 应该不太可能全部吧 如果全部Java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之前学的不就要重新再学习了吗 对 它不会全部改啦 有部分改啦 部分 他改部分就好 他花个一亿美金就把它除以掉了 他好像买就也没有花那么多钱啦 他好像花很少的钱 不到一亿美金的钱 就把那个你就会买下来了 所以他再花个一亿美金之后 注意这个事情 嗯 不过基本上的架构 应该也不太可能改变的太大啦 不过这都很难说啦 我们只能这样乐观的去看待啦 不然学了你说要重新再学个新的 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啦 不要再重新写 写过以前的都有用 但还是会有相关联啦 像那个Eclipse之前也有做过啦 我想之前有学过的同学 对这个应该都不陌生了啦 对不对 只是说感觉上好像换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 在做一样的事情嘛 OK 所以第一个哦 就是先把那个Values这个边做出来 然后呢 ActivityMain这部分的话呢 记得也是把这个里面的那个什么 找一下那个Test部分 如果你找得到 也做完之后 那应该就没问题 再来的话 你把它执行到模拟器里面 让它执行一下 我想应该看到了就OK了 这个地方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看别的语系的话 在模拟器里面你就按一下Home键 然后再按一下Menu 这边就有个设定 或者是说可能不同语系 假设你今天要改什么 改其他语系的话 那一样从怎么呢 从这边有个A嘛 你就点击这个A 然后上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那个 可以更改那个设定的地方 你就把那个更改设定的那个语系 把它改一下 语言有没有 比如说我又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其他语系 假如随便改一个 日文 韩文好了 比如说韩文 比较下面 这个韩文吧 看起来看不懂了就是了 OK 好那按确定之后 那你再把它按Home键长按 它会让你去选择你刚刚执行过的 这个时候就变韩文了 除了这边测试之外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手机也可以 或者说直接从这边切也可以 从这边切呢 它一样会帮你去切不同的语系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可以完成你要的这相关的动作 OK 这个部分的话是最简便的一个这个切换 那个语 那这边不需要写任何程式 但是可能将来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的界面之外 还会有一些语系是显示 比如说你那个TOS TOS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讯息 还是是中文的 那你那个时候还是必须把那种字串 一样放在Stream里面 那也许这个之后会讲到的话 再来谈 那这样就可以整个全部都变成多国语系 所以请各位先把这个部分先完成 那完成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题目是那个英文 这个英语 英里转公里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各位可以先尝试看看 那你可以什么 先建一个专案 专案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 Mile to KM好了 类似像这样 CH03好了 Mile to KM 然后里面需要做什么 就是放一个 这个时候会除了Text View之外 还要放一个AD Test 因为呢 我们需要让使用者输入一些东西 那Text View呢 它只能显示 它不能输入 如果你要输入的话呢 一定只能用所谓的AD Test AD Test AD Test的话 画面很不亮 它一定是一个文字框 你可以在文字框里面做输入 然后呢 我希望按一下转换的时候 有个按钮 它可以帮我把最后的结果显示出来 那显示在哪里比较好呢 我这边是有放一个Text View在这里 不过好像感觉放在这边有点怪怪的 要不你也可以改成什么 也许后面我们还讲啊 比如说显示在Toast出来 跳一个讯时方块 或者是跳个Alern Dialog 一个对话方块 或者跳一个任何地方 其实当然 以你的习惯为主啦 这里我想各位先 试试看 把刚刚的部分呢 先做完 那待会的话 我们继续再来看那个 英里 转公里的这个练习 那这个程式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把那个 输入的英里 乘上1.6 再把结果给输出来 再把结果给输出来